其实二人看陪您看大山 欢迎来到瞎间看的鬼话节目 我是老二 自从分享过内双讲述的故事后 大家对故事中的泰国雅姐很感兴趣 既然这样 那咱们今天就详细说说 同样今天的故事依然来自内双的亲身讲述 在2001年的时候 小双刚刚毕业 很幸运他进到了一家杂志社工作 杂志社工作很清闲 是半月开 就是忙半个月 闲半个月 有一天小双表姐就找小双 说你工作也不怎么忙 咱俩一起做个淘宝店吧 也能赚个外快 合伙干泰国那边的东西 就是带脖子上的小物件之类的 当时是这方面生意的风口 外加小双天生的身子敏感 便自己亲身去泰国找 那些小物件里到底有没有东西 他也能够感吃得到 当时的小双就了解一番 做了一下市场评估 结果发现可行 于是就每个人拿出几万块开干 刚开始去泰国的时候 入的都是正向的牌 就比如说重敌 眼面 龙婆岩的小漫漫等一系列的 先试试水 第一次去包的出租车 找到云南留学大学生当导游 那叫一个狼狈 他只会简单的泰语 三人就用散装的英语 加手语一顿笔画 完成了第一次请的东西 就是婴儿形状的小摆件 小双第一次看见那个小塑像的时候 就不知缘由的很委屈的哭 当时的龙婆岩老爷子在那操作 小双跪在那哭 他就发誓一定对这些孩子好 给他们找个好人家 回来的时候 小双本着对这些小家伙负责的态度 谁请都要填调查问卷 就例如你的目的是否小产过 是否对孩子好等等 如果不配合调查问卷 那就算是拍下付款了 也得把这个钱给退掉 不发货 小双的姐姐为了能镇住这些物件 也是在泰国那边 做足了傍身的一系列操作 就比如说文了满身的字 这行非常的暴利 基本上两个月回本 货空了就得再去 这回在之前的基础上 入了蝴蝶 九尾狐 猫胎等一系列的物件 后来生意越做越好 钱赚的那叫一个容易呀 小双也给自己买了第一辆小车 他还在贴吧当了相关方面的吧主 宣传解答等一系列的操作 店铺名声也很广为人知 有一次在宫体喝酒的时候 通过朋友介绍小双认识了一个官二代阿伟 阿伟基本上是夜夜声歌 开两大黄蜂挂着军牌炸街聊姑娘 后来看小双脖子上挂着那些 就问小双这是啥呀 小双说自己是牌商 于是两人就互留了联系方式 阿伟后来联系的小双表示自己想要个阴的 听说阴的效果更好 力量更大 去泰国弄的话 可以给他跑腿费 小双表示阴的很贵 而且他也不敢接触 但阿伟就一直说 钱不是事儿 以后还会给小双介绍好多姐妹来消费 到日子该进货了 也正好要去泰国 由于做大做强了 这些事儿他都熟了一些 也认识了当地的一些华人牌商 每次去他都带着小双他们去请 告诉他们现在哪个最火 含金量高 并且顺带着他们去请 他们包车包跑腿费 那么这次小双提出阿伟要入的这个牌 于是这个牌商就跟小双说 这个你得去找黑衣师傅 他在泰国缅甸边境的一个小镇子里 那里有一个修缮不错的寺庙 来回得一天的路程 听说这边的师傅不让女性靠近 好像是怕接触之后破功还是什么意思 就是嫌他们慧气 于是小双就在院子里等 等了好一会之后 就听里面一男的嗷嗷的喊 那个师傅口中念的东西也是越来越大声 好半天才完事儿 等小双他们进去的时候 大堂内跪坐着一个男的 光着后背一身血 地上好多鱼钩 家人在给他擦血穿衣服 那个牌商就跟小双他们讲说 这是去将的操作 让他们别乱说话 也别乱看 自己去沟通 小双只要负责拍照 发给那个富二代阿伟看 后来小双还是亲自在远处拍了操作过程 只见师傅的脖子上挂着一堆 桌子柜子上也是大大小小的一堆 好多都是人形 牌商交汤完 师傅就拿出几个牌放在托盘上 两个人唧里呱啦的对话 最后开始拉线等一系列的流程 然后就告诉他们多少钱 他们就交给师傅 当时小双接过那个牌的时候 从手指尖发凉一直在网上蔓延 苦热的夏天外面四十多度 但小双这会儿就跟钻进了空调房一样 他为了表示感谢 还给师傅带了包烟 师傅很高兴 他们很喜欢中国的香烟 上面不画那种乱七八糟的 还好抽 师傅就顺道掏出了一个小盒子 给了小双 说这是人缘油 后来也高加卖出去了 回来的路上 小双就给牌商一顿采访 他说泰国这边的小姐 都来这边给自己下情价 还请那种油抹身体的 比较敏感的部位 客人找完他就老想来找 跟别人都不行 就得是他 那么小双这个时候就赶紧问 啊 那给我的这个不会是那个吧 然后这个牌商就说 那肯定不能 你这个估计就是简单的 这个人缘好 后来被印证了 买走这个油的姑娘 抹了手背就下楼了 他闺蜜呢 在这里等他 说看到他之后 瞬间就觉得顺眼了许多 感觉整个人都变漂亮了 直到这个事 他就马上上楼找小双 说问他能不能请点啥 小双听完牌商说的 关于情将的这些事 直到现在 他都告诉身边的所有男性 到泰国要减点 就比如说本人采过的泥土 头发 指甲碎这些都能够下 当地人理发都要把头发给带走 好多会下降的人都藏于民间 可能是卖菜的 也可能是理发的 还有的是飞匠 就是师傅还是新手 练手的时候没有目标 所以呢 那玩意儿就跟红顶白 看见谁顺眼就跟上了 他说这个还不是最厉害的黑衣师傅 最厉害的是取这些大龄的材料 石油等物 在高价卖给他们这些小黑衣 他们操作之后再往外面出 还得小双普及了最厉害的是母子胎 有一个朋友的客人入过 之后去澳门搓了几把 就赚了几百万那种 但是反噬很快 基本上结果都暴毙了 就是要的越狠 死的越快 从泰国回来后 小双和表姐就赶紧礼货上架 还得给那富二代送牌 他呢就请小双吃饭 交钱的三个步骤 就是一给定金 二看见视频照片给百分之五十 见面交货补百分之二十 最后就是给他讲禁忌 入门要念啥 最后重点来了 阿伟的这个是一个17岁骑自行车意外丧生的少女 里面的一颗大牙入了零 所以小双管他叫牙姐 然后他就问阿伟为什么要入这么狠的牌 然后阿伟就说他被一个东北女的玩弄了 一个沈阳的姑娘据说可漂亮了 阿伟特别喜欢 结果姑娘一直吊着他 花了他好多钱 什么也没有得到 最后还给阿伟甩了 他呢就想报复 小双就告诉阿伟 牌商说这东西会烦事 你可千万别整开狠 对自身也不好 早知道这种理由 小双就不应该答应他 别回头出了什么事再找上门来 阿伟呢就说让小双别管了 保证跟他没关系 那些日子阿伟天天问小双 这个行不行 那个行不行 并且还在那显摆 天天给买九十九朵玫瑰花 各种大牌的香水口红 只是有一天他发了一张照片 小双都看傻眼了 本来需要放水的碗里 他却滴了血 是阿伟自己的血 不知道是谁告诉他的 说这样更好 来得更猛 事已至此也为时已晚 阻止也阻止不了了 没过多久 阿伟就激动的回馈给小双说 玩他的那个东北姑娘 出车祸了 腿都撞蛇了 于是他就要请小双吃饭 小双当场拒绝了 他不想再知道阿伟的事了 他一直脑子里就有一句话 要得越狠死得越快 后来阿伟就给小双留言说 晚上睡觉老觉得冷 再到后来 老听到耳边有女的和他说话 晚上还睡在一起 有一次耳边就有女生说 好冷啊 而另一边却有另一个声音 莫名其妙的说 别怕有我在 再后来阿伟这个人 就彻底没有联系了 之后有一天 阿伟的母亲 就跟小双联系上了 说他儿子疯了 满嘴的胡言乱语 现在都去北京的安定医院 看精神科了 他妈知道 入了这个牌 就要给小双送回来 小双自然是不收 首先这个牌 不是他强买强卖的 阿伟的前因后果 以及两人的聊天记录 小双都给他妈看了 自己也劝过阿伟 可他不听啊 知道这个结果 当初真的不应该答应他 他妈听完 说不敢瞎处置 这边找人看 说要去送到庙里 他觉得不太稳妥 还是希望小双能收了 帮忙给处理掉 最后给了好大一笔钱 小双也不敢瞎处理 拿回来之后 就送到小双他姐家了 他姐家有一个落地的大玻璃柜 那么他姐呢 磅身的物件非常多 满身后背文的字 据说是完全能够震住这些的 有些东西拿到这儿来 就不会再往外出了 就那么放着 后来小双呢 就把怎么回事 跟这个雅姐 仔仔细细说了一遍 他们就本着各自不打扰的原则 雅姐在这儿 踏踏实实的住着 小双的姐姐就给雅姐换了一个壳子 天天带着 当车钥匙链 姐姐在银行做理财口的 不知道是不是雅姐的关系 短短的时间 姐姐的事业就突飞猛进 升职换工作换房换车 一年时间人生也完成了三级跳 这个便是泰国雅姐的由来了 其实这件事 对小双倒是没有过多影响 只是让所有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 来的越快 死的就越快 一切皆有定数 物妖被贪婪迷惑了心智啊 雅姐的事情并不是特别恐怖 但发生在那双小时候的一件事 确实让他足足记了一辈子 这到底又发生了什么呢 事情发生的时候 小双还在读小学四年级 他有一个同学也是同桌 名字叫张云 是一个很顽皮的小男孩 因为小双从小就是假小子性格 所以张云他们俩玩得来 两人学习成绩都不好 被安排在垃圾桶旁边 坐在最后面一排 对于他们来说 课程表上只有三种课 班主任的课 体育课 以及其他所有课 都被称之为手工课 传纸条 画五子旗 折纸鹤 分享零食 讨论游戏怎么通关 这就是他们的日常 平时放学 俩人也是一起走 彼此也都去过彼此的家里 只是他们都更喜欢 去张云家里玩 第一张云家里经常没有大人 他们相对比较自由 第二 他们家有一台游戏机 是之前他老爸留下来的 张云说过 爸爸因为酒驾 肇事后逃逸 到现在还要无音许 挨撞那家人天天来他们家闹 砸门骂人 最后还闹到了妈妈的单位 给妈妈都闹下岗了 从那之后 张云的妈妈就不正常了 会经常因为一些琐碎的小事 就打张云一顿 那如果抓到他们打游戏机 肯定是免不了一顿毒打的 妈妈能找到的活 也都是临时工 有的时候现场翻并了 原地就给辞退了 更没有什么固定的下班时间可言 所以每次他们都一边玩游戏机 一边紧张的听着门外的脚步声 只要听见张云妈妈进入楼道的这脚步声 俩人就开始关电视收机器 小双会打开门往楼上跑 张云拿着拖鞋在门口等 等妈妈上来了 张云把妈妈迎进屋去关上门 小双再从楼上捏手捏脚的下楼回家 本来一切都相安无事 可来到这么一天下午 正是班主任的课 张云竟然没来 老师就问什么情况 小双也不知道啊 但是那天确实是张云的生日 班主任就说 这丁点的岁数他还过上生日了 那什么 小双啊 你去张云家 把他给找来 可是呢 刚一出学校门口 就看见了好些日子 没见到的地摊大娘了 小双赶紧就跑去问好 说这段时间怎么没见着您呢 这大娘以前经常糊弄他俩 弄那个纸壳那种枯宝的游戏 让他们俩玩 没少花钱 但是呢 今天这大娘一边张望着张云家的方向 一边呢 不计成本的机械式的让小双玩 给你玩这个 给你玩那个 哎你别走啊 再玩会儿 再给你玩玩这个 就这么一直试图留住小双 小双呢 也是一时贪玩 再一看时间 已经过去三十多分钟了 小双心说不好 这回去晚了 班主任不得扒皮啊 于是撒鸭子 不顾着大娘的叫喊 他就跑去了张云家 到了张云家楼下 此时已经人满为患 一个大妈就看见他穿着校服 就问说 孩子 你这不上课怎么跑这儿来了 他就说 我们老师让我来找我同学张云 大妈一听呢 让他赶紧回学校 别再掺和了 再问怎么回事 这大妈就很不耐烦的说 张云被他妈妈给杀了 后来听到多方的信息 小双进行了一个汇总 还原出来当时大概的情况 张云的妈妈原本在午睡 张云在客厅玩游戏机 妈妈醒了就问 怎么没去上课 张云说学校通知了 下午没课 妈妈突然的就开始骂他 说张云撒谎 张云就嘴硬 就是放假了 妈妈冲进厨房 拿起菜刀 手起刀落 斩下了自己的左手 问张云还敢不敢骗自己 张云直接就吓傻了 就说妈妈我去上学 你别这样 我去 但是张云妈妈 还是一刀挥了下来 张云的头和身子 只连着一层皮 楼下的左邻右舍 这才意识到 这一次和往常不同了 于是纷纷上楼劝架 却发现悲剧已经酿成了 邻居们赶紧报了案 但是让人不理解的是 玩游戏机都小心翼翼的张云 为啥敢跟妈妈撒谎 说学校停课了呢 很快找到了答案 在现场真的就有这么一张 停课通知单 那么问题来了 这是谁送来的 这不害孩子的吗 他们家对门 为了防止张云妈妈精神不正常发作 所以在门口安了一监控 还就拍了下来 视频里头 张云的妈妈笑嘻嘻的捂着嘴 从楼上下来的 手里拿着一张纸 那纸就是通知单贴在了门上 然后又跑回到了楼上 没会儿张云回来了 一看这门上贴的通知 高兴得直蹦啊 再后来 张云的妈妈又跟没事人似的漫不经心 从楼上下来 假装刚回家 打开门进屋了 然后就到了下午爆发争吵 悲剧的发生 事情发生之后 小双的父母找到了学校 那意思就是 你这老师太不负责任了 如果我们家孩子去的时候 正赶上张云他母亲发病 那岂不是连他都一块剁了 那不知道是不是这老师为此记了仇 还是学校真的有啥特殊要求 张云走了之后 张云的书包还有书本 以及一些杂物 就一直放在小双的旁边 他去找过老师 说老师我害怕 能不能把这些东西拿走 老师每次就说 你和张云关系那么好 你还怕呀 你要真是好朋友 你都得帮他收着 一次课间 小双实在没忍住 打开了张云的书包 发现里面竟然全是一些蜡烛根 纸钱 还有两个帽子 就是那种古代人戴的帽子 后面还绑着个小辫子 这些东西可把当时的小双 和其他同学都吓坏了 这才引起了校方的注意 这老师呢 也算是极不情愿的 把这些东西啊 都从这个小双身边拿走了 时间一晃 半个月过去了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 那天小双刚刚过完生日 可能呢 是玩得太累了 所以睡得很早 睡梦中呢 自己竟然在张云家里的客厅 和张云一起打游戏呢 墙上的时钟显示 时间还有一分钟 就要到上课点了 他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 这是事发当天的场景 于是他拽着张云就说 走啊上课了 但是张云完全不理他 突然张云妈妈的声音 从屋子里边传出来了 慢悠悠的 张云你怎么没去上学呀 张云呢也机械式的回答 学校放假了 张云你怎么没去上学呀 小双就看着张云 张云却还是面无表情的说 学校放假了 此时小双又紧张的 看向了卧室 张云妈妈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坐下来了 探着头 看着客厅的小双 还有张云 你们怎么撒谎啊 你们怎么撒谎啊 猛的就站起来冲向了厨房 拿起菜刀 哐当一声 左手就下来了 一阵撕心裂肺的怪叫 冲着张云 拎着刀就冲过来了 小双此时看见 张云妈妈的身后 有一个老太太 头顶着张云妈妈的后背 双手掐着张云妈妈的手腕 双脚垫在张云妈妈的脚跟下面 一声惨叫 小双根本不敢睁眼再看 飞一般冲向了门口 打开门跑了出去 找电话求助 就在找电话的过程中 终于被妈妈关切的呼唤声叫醒了 问她怎么了 怎么一身汗的 喊什么呀 小双这才意识到这是梦 于是就把梦里的一切跟妈妈说了 妈妈抱着她 谁知却在她的肩膀哼哼的乐 你们怎么没去上课呀 这次让你跑了 下次我还会来找你的 好在此时家里的闹钟突然响了一下 这是过了零点之后会滴滴几瘦 奇怪的妈妈一下子就松开手跑了出去 小双这会连床都不敢下 只敢坐在床上放声大哭 后来才知道张云爸爸肇事致死的就是学校门口摆摊那个老太太 听人说在这老太太的葬礼上金铜玉女身子都烧过去了 但是头却没有人有人说这是没烧好有人说是憋着要自己找很明显他想要张云还有小双做他的金铜玉女并且只能在生日那天带着这两个孩子过去千军一发小双幸运的熬过了那年的生日但打从那之后他到18岁之前的每一个生日都是去庙里过的 而帮助小双的正是一位来自雍和宫的叔叔 这位叔叔也不止帮过小双这么一次 小伙伴还想知道那双后来发生过什么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老二哦 大家有什么不寻常的经历或体验想要分享给老二的 也欢迎大家投稿到老二和小鸡的邮箱啊 我们等着大家